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跌 但是有些股票 它是上涨的 上市上跪加起来 下跌的加速 比上涨的还要来得少 所以 今天的台积电压盘 可是上涨股票比较多 那代表两个事情 第一个 这个盘又充满了生命力 第二个 这个盘不管是内资 不管是外资 都各自有题材可以发挥 所以 结论 被修理的 只有空头 放空的人 放空的都放强势股票 就一路这样嘎嘎上去 今天台北股市虽然跌66点 从指数的角度上面来看 因为它回补了第三个缺口 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三个缺口 一二三 所以第三个缺口 它回补 这是OK的 但技术面上面来讲 它是属于强势 因为如果未来 这几天 随着这个 五日均线扣底值 慢慢往上扣 它如果能站回在五日均线之上 那个就是一个最漂亮的 一个多头格局了 所以 昨天出这个大量 杀下来之后 今天还能够指纹 OTC 先过高点 看见没有 所以代表昨天 那个震荡 那个大量 纯粹是换股 或是MSCI的技术调整 所造成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不管是 有些股票 像是外资股票 像AI的 238的广达 今天休息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它这个强势股 在这里 你是要找买一点的 不是说你还在那边放空它 你看 你看 连这种386亿股本的 放空 容卷1150张的 这个都被嘎 386亿股本 各位有没有看见 那广达 涨着涨着休息了 涨到这个顶天 3306顶天 当然啦 有的时候 股票在涨 我们都会会心一笑 因为 坦白来讲 涨什么 为什么可以发挥 那么大的效益 有的时候 我们分析师也搞不清楚 那你说顶天 市场上就要传说 他有切入到跟回答合作的 就直接给你两 直接给你两天打电板上去 可是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其实是没什么成交量的 你不要看这样子 那今天的成交量 4100 以他周转率来讲 不到10% 比起很多股票 他的周转率算是低的 所以 当然股票在涨 我们也恭喜他 我们也觉得很棒 那只是说 在涨什么题材 为什么反应这么快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股票 手中有的 你怎么买 你也买不多 各位你看 这一开盘没有多久 就涨停板了 这一开盘没有多久 就涨停板了 除非你主力在这里 大量边拉边进 你懂我意思吗 或是明天再震荡之后 下来再给你拉上去 因为主力现在 以这档股票的操作 他持股一定不多 除非公司派 公司派那不用讲 你大股东 持股你不可能乱卖 可是如果是 真正想要做的主力 他前面都不动 你认为他的库存会多吗 所以这种股票 你在前面来讲的话 他会震荡 前两根涨停板 那明天一定出现震荡 一定大震荡 那大震荡就来看 是他震完之后 又给你拉上去 那就是代表主力怎么样 换手 洗盘 边拉边进 增加库存 可是如果明天震荡下来 收个大黑K 那就重新再来 都没有成交量 前面都没有什么量 都没什么成交量 对不对 那这天更夸张 涨停板 隔天打到快跌停 你去追涨停的 你会被洗掉 我跟你讲 你保证你会被洗掉 你吓得吓死了 对不对 你敢去追这个地方 你就是投机分子 你投机分子就希望他这边涨停板 就要再上去 结果一开地你一定卖掉 小赔卖掉 哎呀好险啊庆幸啊 就上来 又直接给你上去涨停 然后又涨停 你明天再追 又震荡 所以股票操作 短线上面 这个没什么好分析的 那另外就是说 内支的题材 除了这些股票 你看内支的题材 凤凤 我讲白的啦 凤凤就沦为当冲的天堂了啦 一百块钱整数关卡 好冲 一档就可以赚钱 有量两三万张 就沦为当冲者的天堂了嘛 那你做股票要做到说 去跟人家当冲的去缴货 那不是很辛苦吗 可是观光是不是趋势 是 因为现在没有 未来有 什么东西现在没有 大规模的旅游团来台还没有啊 什么都不要讲嘛 你现在来的散客 韩国部分比较多 我在台北街上 街头看到韩国的观光客比较多 日本还算少的 前一阵子是东南亚的 包围越南的比较多 可是毕竟是少数 现在不准大陆人来啊 你大陆人不准进来啊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讲 那你现在台湾能不能到大陆去旅游 也不行嘛 现在也没有嘛 你最多是到澳门香港 澳门去听听张学游演唱会嘛 好 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未来会不会开放 或是未来 这个航空的业务会不会上去 所以我说 你凤凰这样子涨 是OK的 但是你要去当冲 我也没有办法 常常创新高 今天还收最高 讲常常航就可以了嘛 我们不要去搞什么当冲的嘛 他是不是趋势 他是趋势嘛 他是不是趋势 他是趋势嘛 对不对 你说那些旅游社什么五幅六幅七幅 对对不起 没有七幅了 开开玩笑的 那长得五幅六幅 那个成像这么小的 那又能够当冲的 你容易被阻力操控 可是如果趋势在 那OK 你像常用航这个肯定的事情嘛 这个不用讲嘛 常用航嘛 是不是 那另外长到什么 那一支的 1905滑指 今天你看 75度脚直接攻涨停了 碳全的股票 当然拉得太快了 这个拉得太快了 这太夸张了 各位你看看 我有个个看 滑指有多夸张 你看滑指 来 来 你看 10点36分16秒 看见没有 但是这16秒 10点36分16秒 成交这么多比 你看见没有 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就在这里 这都16秒 16秒 你看 10点36分16秒 到16秒 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成交好几千张 你告诉我 你买得到 你根本就去追涨停板 一秒钟的时间 然后可以成交几千张 可是它是不是趋势 它是趋势 各位懂我意思吗 我是跟你讲 股票操作有多难 你看 10点36分16秒 你看 这都16秒 从27块8毛5 一秒钟的时间 拉三毛钱 一秒钟之内 拉三毛钱 直接把你拉到涨停板 三毛钱的时间 二十几块股票 成交好几千张 所以那些人就是 当冲隔日冲 他们用程式交易的 你们玩不过他们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要来是赚钱的 不是在看那股票 涨停板好像很漂亮 你赚不到钱 你漂亮有什么用 你说你买得到 4979华星光 不错啊 它代表一个趋势嘛 什么趋势 什么趋势 第一个 这个地方大抵完成 第二个 高速资料传输 不管是AI 不管是 CHAB-GPD 不要用的东西 第一个 是不是运算要快 是不是要大量储存 那这样就好嘛 那你运算快 储存要够 那你资料传输 是不是要同步 答案就出来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但是华星光 涨到这里来 你说你现在去买 你赶快被阻力到 我讲白的 这个没有阻力 我随便你 绝对有一票人在那边拉的 拉到钱高 有的人说过钱高 跟你讲 明天过钱高就震荡了 他就是给你要拉前面过钱高 你看到没有 那高点是6366 明天上去怎么样 当冲就到了 不信你去查盘后券商 看看有没有什么凯基 什么哪里的 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它既然是个趋势 阻力要做 它也不是乱做 对不对 它一定是要有所本 那只是说 它拉上去之后 它要除 那我讲资料高速 特别是高速资料 资料传输 这里面 它的范围很多 33630上全也是一样 这 越点越高 可是这种 越点越高 你会不会担心说 我今天买下去 明天掉下来 你会不会担心 我今天买下去 创高 明天掉下来 老师停损 停损掉又拉上去 一追又下来 会不会 会嘛 所以我说 不管是华星光上全 它是个趋势 我这边有一档 股价比上全还低的 四十几块钱 华星光涨到63块钱了 你看 63块钱了 我这边有一档 也是高速资料传输的 股价就四字头 要把握机会 再来 一样 挥达市值已经破灶了 已经破灶了 已经破灶了 这挥达市值已经破灶了 高阶测试业务就这个 股票很多 我们做不完 我们做不完 可是 旺系 去年赚12块8毛9 今年赚2块多 第一季赚2块多 配7块钱的现金 本亿比13倍多 比原来跟他的一个 competitor 他的竞争对手 6515的 这个尹薇 股价的800多块钱 你看到没有 阿年阿维 869块钱 868 868 800多块钱 一回回到 这个今天最低783 一回回80块钱 这个本亿比多少 24倍 旺系本亿比12.93倍 你看到没有 旺系本亿比只有12.93倍 13倍不到 亲爱的 去年赚超过一个股本 12块8毛9 今年第一季赚2块9毛8 毛利率47% 有没有创新高 你自己看 4646444 4341 他第一季 淡季47% 盈利率18% 这里面 12% 13% 12% 最多17% 盈利率跟毛利率都创新高 淡季的时候能够创新高 那你买这种股票 你就安心让它放的 没有关系 我觉得到最后来讲 慢慢慢慢它会上去 那另外博通股票创新高 这个也是趋势 那现在比较少人讲 它股票创新高 你要注意什么 利基4968利基 这个底型已经出来了 而且咬到券单 券这笔41% 他只要拉上去 过这个190之后 券单全数 卷到黄埔江去 冲到太平洋 所以股票有的时候就是 你必须要去买到 你要搭配 就是它还没有涨之前 你要下去去行动 而不是涨上去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买 我当然知道 华新光今天创新高 我当然知道 上全今天涨停板 我可以跟各位讲 那明天带你买 你敢不敢买 所以我说 华新光上全 这两档股票创新高 我带你买一档 低价的 还没有涨到的 光通讯的族群 来 另外 2376G加 这个也不用讲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你看 你看看这个股票 你看看 你看这个融卷 你看看 这被嘎的 这跟刚刚的广达一样 被嘎的 怎么样 辛苦啊 那技嘉涨到这里来了 我说这边有一档 二字头的 相关的股票 你还不要做 所以今天就是两个重点 明天礼拜五 4979听清楚 4979的华新光 今天 明天准备突破了 明天准备突破了 股价在六十几块钱 那我这边有一档 股价在四十几块钱 还没有涨到的 四字头的 另外2376 2376G加 做钱卡的 已经涨到 涨到天上去了 我这边有一档 二字头的 我告诉你 更便宜 所以呢 你要做四字头的 还是二字头的 二选一 好不好 四字头的 还是二字头的 二选一 跟你服务员做联络 说你要做四字头的 明天我带你进场 你要做二字头的 把资料留下来 明天好买点 同步进场布局 这是明天礼拜五 我们的一个策略 那最后来讲的话 有些股票 这个你要注意 你看到没有 慢慢上去 避印 不知不觉 今天又回到一百块钱 今天又回到一百块钱 为什么 五月天 对不对 你张学偶的演唱会 听不到 你五月天的演唱会 人家到北京去办了 那避印承接的 就是这个大型演唱会 包含五月天 林俊杰 是不是 所以 各位你想想看嘛 那你觉得 旅行社能够涨 船空能够涨 那这种演绎的 运动的 这个 包含场馆演出的 你觉得 他会不会越来越 业绩越来越好 各位自己想想看 那我只强调一点 并你让他站上 你让他站稳一百块钱之后 你让他站稳一百块钱之后 他不是一只涨停板就可以解决的 懂我意思吗 他一百块钱站稳之后 他不是一只涨停板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了 另外乙胜今天再创新高 但今天震荡震荡 我选择先获利出掉了 我选择先获利出掉了 所以 很多股票其实 就是一个类股轮动 没有什么 这个 太大学 但是能够做到类股轮动 把你的资金 做活用 这个就是你未来能够置身的关键 好不好 那我想前面 不管怎么样 你没有做到没有关系 这个行情 内外皆美 内资外资 其实做的股票 都各自有发挥 都不错 好不好 那我说过 今天 明天 礼拜五 一档光通讯四字头的股票 一档相关的 跟技嘉相关的股票 二字头的股票 打电话进来 要四字头 还是二字头 告诉我们的服务人员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听满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